当撒旦败坏人 第一时候 当撒旦疯狂的沧海人的时候 神并没有坐视不理 也并没有 对他所要拣选的人 直指不理视而不见 而实在默默无闻的 悄悄的静静的 做着每一件他要做的事 或许你在长大的过程中 有许多不如意 有病痛有坎坷 但是这一路走来 你的生命与你的未来 神都严加看护 神都严加看护 神对你的一生 给了一个真正的保障 因为神在你身边 保守着你 照看着你 你在神的眼中 生存着长大成熟 在这期间神要做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保障你的安全 不被撒旦吞吃 神的爱是世纪的 神给人的恩典 让人免去了一次又一次 的灾祸 让人软弱让神 一次又一次的给人宽容 神的神盘心发让人住不得 人是人类的败坏 人是人类撒旦的实质 人是人类撒旦的实质 神对人类的供应 神对人类的供应 开启与引导 让人越来越明白 真理的实质 也让人越来越明白 人需要的是什么 人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人生存的价值是什么 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人前方的道路 人前方的道路 应该怎么走 神在人身上 做不做的这些方式 就是在不断地唤醒 人的心 人的灵 让人知道 人是从哪儿来的 谁引导这人 谁扶持 供应这人 谁让人活到现在 让人知道 谁是造的主 人应该清白谁走 什么样的道路 人应该怎么要来到神的面前 让人的心初见的苏醒过来 流走 A变圆了 明白神的心 灵灰神的心 了解神在人身上 做拯救工作的两苦用心 神对每个人所做的 是毫无质疑的 神在牵引着 每一个人的手 神时时刻刻地看顾着你 丝毫没离开过你 人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这样都被惊吓长大的 人其实是在神的手心中长大的 基本上每一个人 在一生当中都遇到过好多次现实 好多次失贪 因为撒旦就在你身边 无时无刻不再顶着你 他喜欢你领导在海 喜欢你领导火环 喜欢你事事不如意 也喜欢把你放在 在撒旦的网络里 撒旦的网络里 而身在时时刻刻地 保守着你 使你避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火海 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灾难 所以说人的一切 包括平安也好 喜乐也好 喜乐也好 福气也好 人身安全也好 bike history也好 世事事上都是在身на擁空者 都是身影道柱在尘 每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人类生存的思想 观点说法 是来自于败坏人类 败坏人类 是败坏人类 总结出来的 是属于人的观念想象 它与真理没有任何关系 这些东西在十指上 是予真理 想递出想递对的 它代替不了真理 更不是真理 永远都不是真理 神发表的真理 与败坏人类的人情世故 人的传统文化 人的思想观点 人的好行为 还有人对 道德尊严 和证明事物的定义 没有丝毫的关系 神发表真理 是发表自己的心情 发表自己的实质 不是根据人类 不是根据人类所总结的 各种人所认为的 正面事物 正面的说法 而有的 神的话就是神的话 就是真理 是人类唯一来以生存的 法则与根基 而那些来源于 人的各种所谓 的心跳 都是错误的荒唐的 都是被神定罪的 不是神认可的 更不是神说话的 源头根据 神通过他的话语 发表他的心情 发表他的实质 因为神有神的实质 有神的实质 神是一切正面 事物的实际 所以神所发表出来的 一切话都是真理 神所发表出来的 一切话都是真理 无论这个实质 无论这个败坏 无论这个败坏人类 对神的话怎么定位 怎么定义 怎么看待 怎么认识 神的话永远是真理 永远是真理 这个事实是永远不改变的 无论神的话 说了多少 无论神的话 背着个败坏 邪恶的人类 怎样定罪 怎样齐决 但有一个事实 是永不能改变的 神的话永远是真理 人永远改变不了 到最终人类都得承认 神的话是真理 人类都得承认 人类所推崇的 传统文化科学之事 永远不能变成正面事物 永远不能变成真理 这是绝对的 人类的传统文化生存之道 不会因为世间的改变 世间的旧约 变成真理 变成真理 而人的话 也不会因为人类的 定罪遗忘而变成人的话 真理永远是真理 永远是真理 这个世纪因缘都不会改变 在末世的神坛行方 工作中 记在最后的结晶 工作中 能站立住的 也就是余生 一同进入最后的 安息中的 所以进入安息中的人 都是经过最后一步 接近的工作才达到脱离 撒旦的全是 而被神得着的 被神得着的 这些最后被得着的人 将进入最后的安息执着 心发神坛的工作 其实只就是为了接近人类 为了最后的安息执着 为了最后的安息执着 否则全人类 就不能割聪其累 不能进入安息执着 这个工作是人类 这个工作是人类 进入安息中的唯一途径 接近人类 接近的工作 接近的工作才把人类的 故意都接近了 心发神坛的工作才把人类中 那些悲逆的东西都解释出来 从而将可挖旧 与不可挖旧的人 都分辨出来 分辨出来 将可存留与不可存留的人 都分辨出来 将可存留与不可存留的人 都分辨出来 都分辨出来 最终的法额上山的工作 完全是为了彻底 接近全人类 一边将完全生结的人类 带入永远的安息之中 永远的安息之中 这部工作是最关键的工作 是最关键的工作 是整个精英工作中 最后的一步 若不将恶者都毁灭 而是将其存留下来 那全人类仍然不能 进入安息之中 神也不能将全人类 带入更美好 带入更美好的境地中 这样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 并不是完全结束的工作 当工作结束之时 全人类都完全生结了 这样身材能安安稳稳的 在安息之中生火浪 既然顶着 准这是一条真道 就得走到地 持守对神的忠心 既然看见神来在地上 亲自来成全你 你就应把一颗心 完全给神 不管神怎么做 或许到最后 给你一个不好的结局 但你还能跟从他 这就持守住 在神面前的真结了 所说的圣洁灵体 真洁同女献给神 就是在神面前 持守一颗真心 人的真心 就是真结 能对神 真心的就是 持守住真结了 你能经到 一个塑造之物的本分 不管以后的结局 结局归宿是什么 但在你永生之年 你能追求认识神 你能追求认识神 爱神 不管神 不管神 对你怎么样 你都能不发怨言 生灵在人 里面做共有一个条件 人只要刻目寻求 对神所作敌 不三喜而已 不疑惑 无论什么时候 人能持守住人的本分 这样人才能获得 圣灵的作孤 在深那一步 做共灵 都得需要人有几大的信心 在深面前寻求 在精力执着 才能发现身太可爱 才能发现 才能发现 生灵在人身上 是怎么做的 你不经历 不摸索 不寻求 什么也得不着 必须得在经历之中 在经历之中 在经历之中 才能看见 神的作为 人是神的 奇妙难测 人是神的 奇妙难测 神的心意 神对人的要求 就是新时代 就是新时代的人 这是人的义务 这是人的义务 神是造物的主 人是手造之物 是造与被造的关系 既然造物 既然造物主的心意 向你显明了 你就应该顺服 接受竭力的配合 你既然知道了 神的要求托付 这就与你的 使命有无关 这就是你的本分 是你的本分 你既然知道了 就应该接受 这是有良心理智的人 应该做到的 如果你知道了 神的要求 知道了 知道了神的托付 却不能接受 那你就太没良心 太没理智了 就不配成为人了 神的心意 如果与你没关 那你就不是跟随神的人 那你就不是跟随神的人 不是神家的人 你们接受了 你们接受了这部工作 这些话 神已经先赐给你们了 让你们先听到了 先听到了 你们已经听明白了 也领受了 也领受了 现在神的心意 神对你们的要求 也要告诉你们 告诉你们 你们你们 你们应该把神的做工 神的说话 神要成就的事 传扬出去 传扬出去 让整个人类 听见 神的声音 把神的国度复养 扩展出去 把神的国度复养 让整个人类 尽快地接受神的做工 进入国度复养 进入国度时代 进入国度时代 这是神的心意 是神的要求